4月12日 蒋丽莎及黄柏明等一众艺人在铜锣湾出席戏院开幕里 蒋丽莎透露自己特别喜欢看电影 还甜蜜指有时晚上趁小孩睡觉后 也会跟老公陈浩铭偷偷去电影院拍拖 我老公他有空的时候通常都会只带一个人去看 那个就是我 因为小朋友平时有可能睡得比较早 那我们通常都是等他们睡觉之后 我们两个在偷偷地出来拍拖 所以我们看电影都是午夜场 日前蒋丽莎及陈浩铭带小孩到日本旅游 他表示对老公的表现还挺满意的 唯独有一点让自己不满意的就是 因为这次完全是没有工人 就是我跟我老公两个人带三个 那也很好地让我老公体验了 平日我的生活和我的工作量 当然唯一有一点点不满意就是他没有洗衣服 其余的都做得非常的好 提到陈浩铭让小女儿爬树一试 蒋丽莎孝职老公一直都在树下做好了保护措施 问到小女儿是否属猴 她也很幽默回应说 我觉得小女儿不愧是属猴的 就很像爸爸 孙悟空比较活跃一点的 非凡娱乐香港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